-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叫床爹 -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叫床爹 - 我的影片到你永遠看不膩 - 各位啊各位 - 皇帝我已經很久沒有拍單挑馬拉松了吧 - 那當然我們單挑馬拉松的主角 - 就是我們最近非常火紅的夏洛特 - 他這個角色只能說爛到靠杯 - 為什麼皇帝我會這麼說 - 這隻角色在這個武打武 - 就是排位啊或者是經典上面 - 其實被大家就是蠻唾棄的 - 就是大家都覺得這個角色是個爛角 - 我個人這樣子玩起來的心得啦 - 就是差不多在中期的時候還蠻強的 - 但是到後期是非常的無力 - 甚至呢還有人說什麼 - 這隻角色可以跟洛倫五五開 - 有人說這隻角色可以屌打洛倫什麼的 - OK OK不要鬧了啦 - 這個角色真的是很糞 - 但是皇帝我發現一件事 - 這個角色在單挑場裡面竟然還算蠻強的 - 那怎麼說呢 - 因為單挑場的經濟比較快速 -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的達到中期 - 在後期到之前啊 - 我們趕快把對手解決掉 - 等於是說我們就是百戰百勝 - 馬上看我們如何打單挑馬拉松 - Let go - 我們單挑馬拉松第一場 - 隊上的是深圖爾特 - 我只能說第一場就這麼的硬啊 - 他的二技能完全Counter我們 - 然後夏洛特這隻英雄又很怕被風箏 - 可以說啊 - 這個對面深圖爾特是完全的把我們給克制住了 - 但是呢不用擔心好不好 - 皇帝我可是立志要成為 - 全服最強夏洛特的男人 - 我會輕易被他打敗嗎 - 不會 - 這裡兵線壓進塔 - 我們這邊早準時機開大招 - 沒有機會二技能先突進 - 接著開啟大招再丟一技能 - 打出我們的被動七星光芒劍 - 收掉了對手 - 深圖爾特 - 我只能說這套接招看似失誤 - 但其實沒有失誤 - 各位去細細品嘗一下 - 這波細節操作 - 各位觀眾睜大眼睛看清楚啊 - 深圖爾特開大啊 - 絲毫不用慌張 - 二技能突進打出七星光芒劍 - 一技能加速先拉離開 - 拉離開之後稍微等待一下二技能突進打出我們的大招 - 接著直接控制 - 再打出我們的七星光芒劍 - 這一套接招細節 - 各位啊 - 你細品 - 你倒是細品啊 - 被對手這樣誇獎 - 我怎麼好意思 - 我只能拿出百分之兩百萬的實力 - 讓他知道我的夏洛特不是直呼的 - 一技能回頭丟一下 - 二技能一好貼近 - 接大招 - 馬上直接弱化 - 接七星光芒劍 - 突進塔殺掉對手的深圖爾特 - 這一波很細啊 - 細到不能再細耶 - 比皇帝的小吉吉還要細 - 用這一波的慢動作來教各位 - 夏洛特連招該怎麼打 - 我們這邊一二技先打出兩層的被動 - 打出兩層的被動之後稍微往後拉 - 等待一下我們二技能的冷卻 - 二技能冷卻一好馬上往前突進 - 接著打出我們的被動七星光芒劍 - 給小丑打了一個巨額傷害 - 我們再往回拉一下 - 等待我們一技能一好 - 往回丟 - 增加跑速 疊加我們的一層被動 - 那這個時候呢 - 我們也不要走得太遠 - 我們接著二技能已經好了 - 二技能再突進過去 - 打出我們第二層 - 接著馬上打出我們的大招 - 秒疊第三層 - 接著落花開下去 - 直接塔下七星光芒劍 - 把對手直接送去跟炎王相見 - OK 各位 - 這一套連招學起來 - 拉扯拉扯再拉扯 - 輕鬆拿下我們單挑馬拉松 - 第一場勝利 - 我們單挑馬拉松第二場呢 - 對上的是對手亥犽 - 天啊 怎麼一二場打的都是射手 - 我們這邊二技能疊過去打出七星光芒劍 - 因為在塔下的關係 - 吃滿亥犽的滿標 - 我們被對手消耗的有點不要不要的 - 看起來對手非等閒之輩 - 我們這邊一技能再疊一層被動 - 找準時機蓄勢待罰 - 對手的亥犽實在是有點難搞 - 直接把我們看沒有 - 我們這邊等待我們有大招 - 絕對讓那個亥犽好看 - 來 這邊趁機疊一個第二層 - 可惜的是 - 我們沒辦法近身貼到對手亥犽 - 所以我們必須慢慢等待時機 - 這個時機說到就到 - 我已經看到勝利的女神在對我微笑 - 這邊打出七星光芒劍 - 一技能接大招 - 直接收割掉對手亥犽 - 有點可惜 - 最後的恢復 - 就被對手的小兵一砲打死 - 只能說對手的小兵真的是有夠給力 - 如果說亥犽是射手裡面的王 - 那麼我告訴你 - 夏洛特絕對是戰士裡面的神啊 - 我還是希望官方可以把它稍微改強一點 - 不然排位賽跟這個經典都拿不太出來你知道嗎 - 那我們這邊呢 - 直接守護啊 - 直接把我們二技能跟大招都給按掉 - 有點白癡 - 但是沒關係 - 人都會有失誤的時候嘛 - 但是呢 - 你一旦發生失誤還能夠把對手打爆 - 就像現在這樣 - 就代表我們是真的有實力 - 好不好 - 這失誤是為了襯托我們還是個凡人 - 如果說沒這個失誤 - 皇帝我都差點以為 - 我真的是全服下洛特了你知道嗎 - 對手一走出來 - 先轟他個一技能 - 加個跑速二技能拉離開塔下 - 接下來等待兵線再次交鋒 - 下一次交會就是我殺他之死啊 - 看得出來對手亥犽保持著警惕 - 我們這邊沒辦法輕易的靠近 - 不然會被他給反殺 - 如果我們直接死掉的話 - 這個塔肯定被對手亥犽給推爆 - 找準時機一技能疊被動 - 失敗 - 這個小白木鬼竟然交二技能出來 - 還接著開大轉 - 我們直接一技能累積第二層被動之後 - 二技能突進打出七星光盟劍 - 被他給躲掉沒關係 - 弱化加大招 - 接著一技能 - 直接第二層的七星光盟劍 - 再一個二技能突進 - 收掉了對手亥犽 - 再強的王者沒有遇到相對應的對手 - 也是會感到孤獨的 - 像皇帝我在這個單挑裡面 - 皇帝我覺得自認為 - 我已經把對手亥犽徹底掌控 - 但沒想到被他一波反殺 - 我真的是有被驚驗到 - 但是他的塔快沒了 - 我只要能夠扛過這一波的死亡 - 皇帝我就是勝利 - 當我滿血出來的時候 -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- 那就是你已經輸定了 - 二技能疊出第二層被動 - 招失機 - 二技能再過去疊出第三層 - 打出七星光盟劍 - 對手亥犽交閃 - 一技能趁機打出一層被動 - 二技能貼身趁機打出第二層 - 接著一技能直接打到 - 疊出第三層 - 第三層疊滿 - 就是我們七星光盟劍發動的時候 - 直接把對手的主堡 - 直接斬掉 - 好不好 - 這算什麼對手啊 - 輕輕鬆鬆啦 - 單挑馬拉松第三場 - 對上的是艾里 - 一開始先來個商業互吹啊 - 對手艾里說 - 我們這隻角色是神角非常的強 -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- 這個角色真的是爛到可以 - 不過呢 - 在單挑場 - 我個人認為在中期 - 是有一定程度的強啊 - 這裡呢 - 我們的弱化實在是太早開了 - 進塔下打出我們的大招 - 我們被動沒有疊好 - 這一波能收掉艾里 -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- 這樣子打下來 - 我發現艾里也是真的蠻難打的 - 在單挑場 - 她也是霸主 - 那這邊呢 - 趁機疊出第三層 - 七星光芒劍被對手給躲掉 - 但是呢 - 細節 - 利用大招會擊飛人的效果 - 把對手艾里打得不要不要的 - 眼見對手不相信 - 那皇帝我是該讓他知道 - 誰才是真正的單挑老大 - 這裡呢 - 二技能疊出第二層 - 然後我們這邊拉出塔下 - 疊出第三層 - 打出七星光芒劍 - 一技能疊第一層 - 二技能再疊 - 打開我們的碎空 - 打個減傷 - 接著我們瘋狂的疊被動 - 開啟弱化 - 直接把對手艾里 - 敲到不要不要的 - 你位移多 - 皇帝我的位移也不會輸你啊 - 我可是七星光芒劍的主傳傳人啊 - 那這邊就來做點效果啦 - 我絕對沒有覺得自己很強 - 絕對沒有 -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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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不好 - 我這邊直接跟對手講說 - 真的很強吧 - 結果對手的回答 - 竟然讓我直接大傻眼耶 - 他說 - 也沒吧 - Holy shit - 我已經敲爛你了 - 我還沒有 - 是不是 - 那也沒關係 - 敲爛你一次 - 我就可以敲爛第二次 - 敲爛第二次 - 我就可以敲爛第三次 - 可以看到我們在塔下 - 跟對手艾里 - 直接打起來 - 我們有在害怕嗎 - 完全沒有 - 我們的被動直接疊好地板 - 大招開下去 - 直接七星光芒劍 - 塔下收割 - 好不好 - 這個 - 扛著兩座塔 - 能夠輕易殺掉愛里的人 - 應該是不多啦 - 對吧各位 - 我對夏洛特的理解 - 堪稱卡米達 - 你們知道什麼是卡米達嗎 - 在日文裡面就叫做神啊 - 好不好 - 以後請教我夏洛特神 - 謝謝 - 我覺得小琴已經讓大家都知道了 - 接下來大家要知道的是 - 皇帝我就是夏洛特神 - 不得不說愛了自己啊 - 那我們單挑馬拉松最後一場呢 - 對上的是夜叉 - 單挑之王 - 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單挑女王啊 - 到底能不能夠打贏這個單挑之王呢 - 各位敬請期待一下 - 我們這邊疊出我們的三層被動 - 打出七星光芒劍 - 接著一技能 - 直接追擊對手 - 那這邊我們二技能一個途徑 - 收割掉對手這個單挑之王夜叉 - 可以看到 - 我們面對高手的時候 - 我們的接招啊 - 有條有序的打出來 - 就輕鬆擊潰對手 - 甚至不用回家吃個補包就可以 - 很多人都會說 - 皇帝你怎麼那麼愛吃補包 - 你們怎麼不說皇帝我都沒有回家補血呢 - 我是在挑戰可不可以不回家補血 - 就打爆對面 - 每一場的單挑 - 我都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- 你們懂什麼 - 這些臭酸民們 - 你們有種就來找皇帝我單挑啦 - 好不好 - 等你啦 - 那這個時候就又要有人說了 - 皇帝你很屁耶 - 各位搞清楚狀況 - 我是對屁還屁 - 好不好 - 這邊二技能 - 再丟一個一技能 - 收割 - 太漂亮啦 - 天啊 - 我只能說 - 太酷啦 - 我跟你講 - 為什麼皇帝會突然按插太酷啦這個畫面呢 - 因為 - 從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- 我們的剪輯師比利 - 一直在我耳邊說 - 我只能說 - 太酷啦 - 對 - 他一定會幫我放這個畫面上來 - 我們這邊直接塔下收割對手夜叉 - 我們瘋狂疊我們的被動 - 可以看到對手夜叉直接被我們打成低嫩額 - 血量就差一點點 - 就可以把他直接收掉 - 夏洛特這個英雄 - 我覺得只要稍微 - 我個人講一下我覺得要改的點 - 讓他後期稍微有用一點 - 怎麼說後期稍微有用 - 要嘛體質加強 - 要嘛就是讓他的這個傷害變高 - 打一個超級爆發嘛 - 他到後期就彈也彈不住 - 然後傷害說高也不算高 - 就是一個打人癢癢的角色 - 對 就是癢癢 - OK OK - 我們現在是單挑馬拉松話題扯遠了 - 可以看到對手夜叉竟然出了這個小燒甲 - 他是被打到腦子有問題是不是 - 我看到他這樣出我就知道 - 這一場輕鬆隨便打 - 眼睛閉著鬥隱 - 我現在跟你們講說我是逼著打你們性嗎 - 那這個接技呢 - 我應該是不用多教也不用多講吧 - 好吧 - 讓他連吃補包的機會都沒有 - 輕鬆秒殺掉 - 那打到這裡啊 - 打這個夜叉 - 其實一點挑戰性都沒有 - 讓皇帝我連想講解的感覺都沒有啊 - 這邊兩層 - 等待一下 - 我們二技能一號直接貼過去 - 二技能冷卻太慢了 - 我們直接疊成失敗 - 但是也無傷大雅啦 - 我們一樣可以收割掉對手夜叉 - 畢竟我們打的是什麼 - 我們打的就是一個技術 - 殘血反殺輕鬆沒問題 - 但是這邊呢 - 我們也被對手給殺掉 - 讓他賺到可惜啊 - 最後一波就讓我們滑滑立立的收割掉對手吧 - 這個時候我們有兩層 - 疊出第三層七星光芒劍 - 一技能再一層 - 大招再一層 - 大招完之後接二技能 - 再打出七星光芒劍 - 二技能繼續追擊打出一技能 - 接著被對手夜叉勾金塔下綁起來 - 等待一下技能冷卻 - 二技能戳過去回一下血量丟一技能 - 接著直接一個普攻 - 最後收割掉對手夜叉 - 完全沒難度啊這東西 - 反正呢各位如果想學夏洛特 - 皇帝我絕對是標杆 - 我只能這樣說啊 - 會專精夏洛特的男人應該不多了 - 我應該算是全YT第一個了 - 好不好 - 我的目標真的是全服夏洛特 - 但是我應該打不上去 - 因為皇帝我沒有這麼多時間 - 之後我再來舉辦一個夏洛特單挑賽好了 - 那你們就會說奇怪我怎麼不推塔 - 沒錯 - 我在體驗不推塔的快樂 - 這邊我想要練一下我的接技嘛 - 這夜叉是非常好的素材 - 我們這裡七星光芒劍沒有把它打完整 - 沒有打出來 -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- 七星光芒劍跟勇的大招一樣 - 你要在原地打滿之後 - 才可以離開 - 不然你一旦離開之後 - 這個七星光芒劍就會被中斷 - 殘血跟對手搏鬥就是這麼刺激 - 這夜叉以為他可以打 - 贏我 - 呃... - 節目效果 - 那夏洛特這隻英雄呢 - 其實打射手啊 - 打像夜叉這種需要攻速的戰士 - 或者是角色 - 其實都蠻持鄉的 - 因為這個夏洛特有一個被動啊 - 就是這個傷殘效果 - 可以減低敵人的攻速 - 如果你再出個炎盾 - 不是炎盾啊 - 叫藍盾才對 - 就可以輕鬆的把對手的這個攻速降到非常的低 - 所以這個夏洛特出藍盾在這個 - 會戰中啊其實蠻有用的 - 各位可以考慮出一下 - 出個半坦夏洛特才是真的強 - 好不好 - 那我們今天的單挑馬拉松 -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- 如果各位喜歡記得訂閱我 - 打開小鈴鐵電影 - 也別忘記追蹤我的IG - 謝謝大家黃帝 - 各位這邊讓你永遠看不膩 - 那我們下部見啦 - 大家掰掰 - 封面 - 封面 - 封面